手拿三柱箱 前程祭拜媽祖 諸葛亮拖著病體 面容憔悴 這是他年初到奉天宮 參加媽祖照鏡的最後身影 老爺我一定要來 只有媽祖 一句話我都會稍微 機管身形明顯消瘦 氣色不佳 但招牌的馬桶蓋髮型 依舊維持得整整齊齊 因為前程的諸葛亮 每次參拜媽祖前 都會到附近髮廊 找設計師幫忙梳洗一番 親切 因為會開玩笑 完全沒有架子 髮廊附近的店家 也對諸葛亮印象深刻 因為他一點也沒有巨星架子 而且每次剪頭髮 粉絲求合照都來遮不去 只是頭髮保養得太好 也常常被懷疑不是真的 不過設計師陳信 諸葛亮只有染色 是髮質太好了 上節目坎坎而談 其實這馬桶蓋造型是誤打誤撞剪出來的 後來也意外成為金字招牌 而諸葛亮這個藝名由來 其實是因為一場戲 在調天丁裡頭扮演 丑角 諸葛亮一炮而紅 這個藝名諸葛亮一用就是三十多年 而他的主持風格 也以台語禮語為主 婚宿不濟 加上對女星卡油橋段 逗了不少觀眾 這個男朋友的XXX 搶著意思 他說他這個白頭疼得很好疼 在這裸 諸葛亮三大金字招牌 讓他人氣扶搖直上 全盛時期和張飛行風 並列台灣三大秀場天王 俗稱南諸北張中行風 而他的暴紅三招 也成了幾代人的共同回憶 記者和郭文嘉義報導